撤回科创版IPO申请 联想集团港股跌超17% 市值跌破900亿元 10月11日 联想集团港股开盘跌幅超过17% 市值价格跌破900亿港元 联想控股港股跌幅超过12% 消息面上 10月8日 联想集团及其保健机构中 经公司向港交所提出撤回科创版的上市申请 10月10日 联想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解释撤回上市申请的原因 在提交上市申请材料后 考虑到公司业务规模及复杂度 招股说明书中的财务信息 可能会在申请的审阅过程中过期失效 同时审慎考虑最新发行上市等资本市场相关情况后 公司决定撤回中国存托凭证 与科创版上市及买卖的申请